谁规定的 我现在跟你们讲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区是不是低风险区 对吧 低风险区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 20条也就是几天以前 明确规定低风险区 不允许封控 居民的出入应该是自由的 而且又明确有9不准 第一条就是不准封控 低风险区 你们作为执法机关 你们应该知道国务院 本身开的发布会 全国所有人民都知道 你们这个东西 你们现在封控这个社区 这是不合法的 我不给你们为难 咱也不要让九龙 让郊州 让青岛市在全国人面前丢人 但是呢 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但我这不关我的事 你只要不拦我就可以 但是吧 我没法说说吧 我说说 你让你别急 因为我们都不能在这 都是为了好 是吧 你没有你们的为好法 我也为这个国家好 我也有我的为好法 如果全国民都不工作的话 这个国家大家都吃什么 你们很清楚 世界杯几万人 十几万人聚在一起 没有人带口罩 因为这个病是自线性疾病 这个国务院明确讲了 谁不要自线性疾病 就是他得到自己就会好 就跟感冒一样 不吃药就会好 你们这种做法 我不跟政府做对 我认为做一个做法是不合理的 但是 不管是政府 政府也好 官员也好 派出所也好 大家都要在法律的条 条款下工作 在法律的条款下生活 不能违反 知道吧 我让你们开 你不给我开 这是道路 你那个 你做核酸检测 不应该在道路上做 你除非公安局交警 把这条封了 他有这个权利 你们物业 你们做核酸防疫的 没有这个权利来封这个道路 我说你们封了 这是不合法的 我让你们开 你们给我开 那是你们的问题 我有权自己开 为什么 因为你在道路上设置路障 是违法的路障 我们不是设置路障 我们是这个 这种核酸检测 你没帮我 你核酸检测 你不应该阻了 阻挡阻挡这个道路 我们核酸检测 知道吧 你这个帮我们的设备 你核酸检测 不是交通执法机构 你没有 没有权利拦这个道路 知道吗 应该保持道路的畅通 你新疆的事情 还不够 交通还不够惨烈吗 你几十个人烧死 还不够惨吗 为什么烧死啊 就是因为把道路拦住了 就是因为消防队 及时救不了火 把人活活烧死了 大家设心处地想一想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家属 一家四个 三个孩子被烧死的话 你们也会无动于衷吗 任何 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政府也好 官员也好 警察也好 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好 都应该坠熟法律 在法律中找钱 做事情 不能违反